可贵的是那时候,你们自己的食物都非常匮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行善,那才是大善。 师父说的很有道理的,在艰苦的环境,自己都已经很困难了,还会想到救其他动物的生命,那是非常难忍可贵的。 果然,没过多久,王阿伯的身体开始好转,很快,他便康复出院了。 王大哥,你身体刚刚好,就又来照顾这些猫狗了? 当然了,要知道行善可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持 护生 放生 超度 因生 卫生 胎儿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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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是本来是圆满的 没有缺少的 本来是光明洞照的 所以也没有其他的一切 所以他当体本来如是 离去一切明相 《奇迹论》里面说 真如自信啊 离明自相 离云言相 也离去心源相 一切相皆不可待 在真如自信中没有这些假明 所以在真如自信里面 也没有所谓世界 也没有所谓众生 所以本来无由世界 本来无由众生 真如自信里面本来如如不中 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这就是非真妄 因妄有生 因生有灭 生灭明妄 灭妄明真 这就是既真妄 如来上当体既真妄 因为众生在没有成佛之前 一切众生一下就是这样子 有真如同时 也就有无明 这个无明妄法 它会有生灭 所以因为无明妄法的缘故 就会有生 有生不定就有灭 所以说 因生有灭 有生有灭 这个东西就叫做妄 生灭明妄 凡是有生灭的 通通都是妄法 不是真心 如果修却佛法 能够反妄归真 把妄灭掉了 那么真就显现了 所以叫做灭妄明真 这里面就有真 有妄 有修 有真 那么因此 诸佛立皆修行 所以他能够成就无上菩提 而成就无上菩提 就成就两种转一之后 所以经文说 是称如来 无上菩提 及大涅槃 而转一号 就是菩提跟涅槃 菩提跟涅槃两种转过来 在众三分上 就是烦恼与生死 那么到了究竟正觉 就是无上菩提 跟究竟涅槃 站在五一时的立场讲 五一时讲三性 有众三 有遍际直性 有一他体性 而本有原民的原成实性 那么站在一他体性的这个中间 舍掉遍际直性 就是转遍际直性 那么把遍际直性舍掉之后 恢复一他其当本有的清净之性 就是所谓原成实性 那么舍遍际直性 这个原成实 那么依他其性 通通归于原成 那么这就是所谓 转烦恼种子 而成为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 转这个手之上的种子 转过来 成为无上菩提 那么因此啊 转烦恼就成菩提 转生死 成涅槃 因此叫做两种转一号 众生的真如自信中 也就是这个 转成第八欧赖耶诗啊 这个欧赖耶诗里面啊 真 旺 一切诸法的种子 通通俱备 把这些种子 种不利烦恼障与手之障 不利这二障 把烦恼障种子转过来就成救济念凡 把手之障种子转过来就是成为无上菩提 所以叫做两种转一号 如果这个道理要详细说明啊 在成为师论第九卷里面啊 有详细说明 而且它这个转一的道理啊 说到六种转一的意义 那么非常详细 那么这里单约菩提涅槃 而来说两种转一号 这是根本 那么诸佛由断除烦恼 而成就无上菩提的功德 那么因此啊 佛有这两种转一的号 就是菩提跟涅槃 有这两种的号 那么这就是说明啊 真如自信本来 非真旺即真旺 愣眼睛这一类文字很多 前面每一段开头啊 都会有这一类的说法 先说明众生本有的自信 一发修学能够恢复本有的自信 说这些道理就是要大家 明白人人本有的真如自信 那么然后一发修行啊 才能恢复原来的清静的 本来面目 那么这是崇敏如来上 非其真旺 第二段 广协如来上 逆顺因果 站在我们众生的立场 在三界六道里面造耶 受苦 那个叫做逆修 修是造作了 如果 往初世间法去修 到就进佛国 那就叫做顺修 所以这个广协如来上逆顺因果啊 他分两段 他分两段 先说 逆修的十二三类因果 就是后边的十二类生 众生 众生因为迷惑 尖刀 所以有世界 有众生 这就是众生逆修的因果 我们平常讲修行啊 都越顺修讲 逆行啊 不叫做修 而现在这里是说 修 是站在动作方面说 逆行也是动作 所以也叫做修 习惯性 六十圣位 叫做修 那么我们平常的三戒六道造业 那不叫做修 现在这个科判里面 三戒六道里面的所作所为 那是叫做逆修 就是逆行而修了 跟真如自信相反 跟真如自信相反逆过来 而有所造作 这种的作为啊 就叫做逆修 而这个逆修的因果 就是三戒六道轮回 所以逆修 就成为十二生类因果 十二生类就是后边的十二类生 经文写十二类生 这里说十二生类 有十二种众生的类别 那么他都是有因有果 每一类都有他的因果存在 那么后边十二类生 有详细的分别说明 这是说明众生啊 无量进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 韩山大师在他的通议里面说 为什么 我呢 他只是问出世间的圣位 并没有问这个众生世界 佛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修成佛果呀 都是由众生而成的 没有众生哪里有佛呀 所以众生修行能成佛 所以要先说众生 把众生明白了 然后才能知道怎么样修行 而到出世间 众生类别虽然是很多 无量无边 但是总合起来呀 总不出十二类 后边的十二类生 可以总包含三界六道里面 所有一些众生的轮回生死的情况 所以叫做十二类生 广而言之 详细说明三界六道众生的轮回的情况 所以众生类别虽然很多 总之不出十二类 以十二类来总包含一些众生的类别 这就是逆修的 三界六道轮回生死的 那么按照我们所问的 需要替他解答的 就是要说明修行的结尾 修行结尾 后边经文本来只是说 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可是能够成就这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包含英国跟住院在里面 就有六十威 这六十威 就是前面 开始修学的时候 有三界次 第八全经文开头的三界次 然后到干卉地 那么干卉地以后 才是十姓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 十回向后边 这里顺着维神的说法 有四加行 四加行 然后才是十地 十地之后有等觉 到了究竟佛国就是妙觉 那么信住形象 四十威 四加行 四十四 十地 五十四 等觉 五十五 平常讲的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就是这个 这是真正 真正无上菩提的路线上 一站一站的街位分别 而在这个街位分别的干卉地之前 要先明白三界次 除注音 等等的这个三种界次 到唯献业 那么详细在第八卷的经文一开头 说三界次 由这三界次 才能够完成这个无上菩提之路 所以后边经文说 如是先以三正禁锢 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都是由这三界次的正经的缘故 才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因此 在还没有登上位次之前 三界次非常重要 因为由这三界次开头的修行 才能登上这个干卉地 由干卉地一步一步进一直到等觉 就是到了等觉 也还是不离这三种殿词 由这个三殿词的帮助 才能成就这五十五位的真菩提路 那么然后到究竟成佛就是妙诀 因此啊 把三殿词把它算定去 跟后边就进佛国的妙诀算定去 正好是六十位 五十五位前面 加三殿词 三殿词后有干卉地 后边由就进佛国 所以合并起来正好六十个 而这里科判叫做六十佛位 经文只说六十圣位 而这里说六十佛位 太学大师科判的用意啊 按照他的这个社论里面的解释 就是天台所说的六级佛 六级佛 而众生本来有佛性 那就是理级佛 约理说 一些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皆可做佛 所以众生是理级佛 所以我们众生人人有佛性 但是自己不知道 不晓得收拥 所以这个六级佛的诵里面 理级 众生有这个理 理约理说当下是佛 但是事实上完全不是 所以动静理全师啊 寻常是尽非 明明谁误区啊 秒秒不知归 这就是众生的理级佛 我们大家都有 不明白 没有了解 没有修正之前 个个都是佛 不过是理级佛 因为理说我们有佛性 但是没有修为 没有修为 不但没有修为啊 连名字都不知道 如果能够懂得佛法 知道众生本有佛性 那就是明智继佛 知道明智了 但是还没有修行 那么然后再往前进 那就要开始修行了 所以就有观神继佛 相思继佛 分正继佛 这三个结尾 完全是包含在 从初发性的实性 为的初性 一直到等觉 统统包含在里面 到了第六呢 究竟基佛 那就是究竟佛国 成佛了 那究竟基佛 他说 终然成佛 没有心得 所以他在 修诵里面说 从来真是妄 我们在众生分上 从来真是妄 今日妄皆真 成佛了 成佛当天 当时 成佛今日 那么妄 通通成为真得了 但福本时性 更无一法性 只恢复原来的本性 没有一个心法心得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 众生迷的 迷是本性 诸佛悟的 清正本性 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 这个禅宗说的 敦悟的道理 就包含在里面 那么 这是六十佛位的这个名字 大概如此 到了后边 第八卷 经文的第八卷开始 从第八卷开始 就专讲这个顺修的结尾了 所以这个明顺修六十佛位英国 这个要到后边第八卷才讲 道理在第八卷 现在这里 第七卷到卷末文字说完 就是第一段的明立修 明立修十二三类的英国 说明众生在十二三类里面轮转不息 十二种的类生 他是生死情况 从英治国后边一段一段加以说明 所以现在讲明立修十二三类英国里面分两段 就是后边的经文分成两段 第一 明由二颠倒英乘十二三类 这就是后边的终身颠倒与世界颠倒 那么第二 明由十二乱详乘十二三类 这就是后边详细说明十二三 详细说明十二三 那么就是明由十二乱详乘十二三类的这个道理 比较难懂的就是现在第一段 明由二颠倒英乘十二三类 因为众生由这两种颠倒为英 所以有后边十二三类的这个类别生死的古报分别 那么这个两种因呢 实际上就是前面第四卷 第四卷佛对富罗罗说的三种相续 众生世界业国三种 这里只说两种就是众生与世界 没有说业国并不是没有 而里面包含的都是业国 就是众生里面包含业国 那么虽说两种呢 就是包含第四卷的这三种的道理在里面 众生必定有业国 没有业因业国不会成为众生 那么众生是一世界而住 众生因为有世界可以住 所以一世界而齐 世界是因众生在业国所感 所以会有世界 那么这里顺着这个两种颠倒的这个道理啊 来做简单的说明 这一颗国人 那是在哪里 是哪里 也不微信 是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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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邮政划播 护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划播账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杯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小神通月 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千亿照备 法华功德 妙难思 十方诸佛 所称赞 若读 若诵 若解说 能入涅槃 解脱道 慈杯至夜 宜蘭大杯 观音道场 特举办 供送妙法联华经 供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03989 8686 03989 8686 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 旗见药师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 流离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十四日 礼拜要事保餐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 1673 03831 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前世忍辱 今生相貌短枕 今生相貌短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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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